大家好 我是錯別子 把頭顱砍下來用2公分的鹽巴醃漬 到底是有什麼深仇大恨 又為何要用鹽巴醃漬頭顱 而這起案件就是政經全台的 醃頭案 要說起這起醃頭案 就必須先從大同派出所的 2013年3月15號說起 女頭顱用鹽巴醃漬慘遭分屍 加上殺人後還能冷靜的醃漬人頭 揭發震驚社會的淹土案 很有可能是心理異常的兇手 新北市三重大同派出所的警方 收到了一封信上面是這樣的寫 陳婉婷的屍體就在嘉義水上香的農會旁 200公尺外的公園南側裡面 我沒有辦法處理 請好心人幫忙好心人留 當時警方收到時第一想法是 認為有沒有可能是惡作劇 但是也不敢掉以輕心 所以就把這封信 傳真到了嘉義水上香那邊 請那邊的警員來做處理 而警方派出警力去調查之後 確實在那邊有一個 水上香媽祖廟那邊附近的公廁裡面 南側的馬桶蓋上面有一個塑膠袋 就很像去菜市場買高麗菜一樣 一顆圓形的物品在塑膠袋裡頭 而警方把它層層打開之後 裡面竟然就是用2公分厚鹽巴 醃漬的女性頭顱 外觀缺牙留著長髮約三四十歲 頭顱外層用一件黑色外套叫著 再包著超商塑膠袋 裡頭包了三四層包裝紙 跟女性T恤內褲 頭顱裡面還有一張紙條 庶名陳婉婷 研巴的那個用過之後 可能有點乾別 所以也跟原來的相貌 可能有所差別 第一時間警方先從全台64名 都叫陳婉婷的失蹤人口調查 鎖定了在三重有一個 年紀跟她的特徵都相符的一名女性 而她的母親來到現場時 眼淚證實了她的身份 而馬上進行調查的 還有周遭的監視器去調閱 也發現了一個男子很可疑 在那一天明明不冷 她卻穿著羽絨衣 還戴著一個爆炸頭的假髮 她到底是誰 她媽媽就是說 這五官就是她 雖然她戴了墨鏡 她戴了假髮 但是她媽媽說這就是陳家復 警方先發現陳家復在2012年 陸續幫妹妹投保了巨額的保險 但很奇怪 當時的陳家復經濟並不充裕 而且她還欠錢 因為她借了一筆錢 去取了大陸籍的新娘 成家之後她的經濟壓力負擔更重 怎麼還有餘兒去幫自己的妹妹保這個巨額保險 警方所以開始調查 但是自己的親哥哥又為何要殺害自己的親妹妹呢 我們就必須先從陳婉婷的生長背景說起 其實看過照片之後 都知道陳婉婷長得生得算漂亮 她生前的時候也很多追求著 在18歲了她就結婚生子了 但是她的丈夫卻外孕了 這個打擊讓她速度輕生 雖然人是被救了回來 但是精神狀況也出了問題 陳婉婷長時間濃妝厭抹 而且穿著睡衣脫鞋 就在三重的住家附近閒晃 去吸引男客以五百元的價格 回家發生性關係 而當地人都叫她小甜甜 你負責錢人給他 他就讓他叫錢跟人錢 關係有點複雜 也因為這樣子同住的二哥陳家婦 感覺萌羞甚至憤怒 長時間跟妹妹大吵 卻始終無法制止妹妹這樣子的行徑 因為缺錢又充滿恨意的情況下 才萌生這起保險殺雞 陳家婦本身是自助餐的廚師 他有菜刀跟塑膠手套這些工具 而當時他把妹妹的頭顱砍下來時 包裹用鹽巴是防止氣味給流出 他一路抱著妹妹的頭顱 從三重載到了嘉義水上香氣質 就是希望有人發現 才好方便領取他的保險巨額五百萬元 而始終沒有人報案的情況下 陳家婦等不下去 才提筆去給三重大同派出所報案 第一時間警方並沒有鎖定陳家婦 而是鎖定了另外兩名男子 因為在包覆的頭顱上面 有一層是用死者的內褲 而上面又提取到兩名男子的敬意 整個過程其實是曲折離奇的 那究竟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有興趣的請記得去鎖定 老Z調查縣的煙頭案 它裡面有更詳細的內容 而我接下來要講的 是這起密案所延伸出來的禮儀事件 早期就覺得怪怪 有了這個印度 也有了這次 還記得氣志在水上香媽祖廟旁邊的公廁嗎 當時所有的民眾都非常的害怕 因為在密案過後 有不少的民眾都聽到 廁所傳來陣陣的女子哭泣的時候 一開始以為是有誰需要幫助 但見到廁所內發現空無藝人 而散步時甚至會有一個穿白衣的女子 從廁所飄出又會消失 這個過程也讓大家開始對這個公廁有女鬼 傳出這可怕的靈異事件 這個廟方人員感到非常煩惱 所以乾脆打掉重新裝潢 用木樑式的設計充滿設計感的公廁就誕生了 雖然也消滅了一點恐怖的氛圍 但是這個靈異傳說始終沒有消散 而我接下來要跟你聊的 一樣是人頭離開身體 那是都市傳說飛頭將 所謂的飛頭將是 法師把這個降頭數降在自己的身上 讓自己的頭可以離開身體 去遠方進行殺害或下咒的一個過程的咒術 一旦練成之後 法師的頭顱這個地方 脖子會有一條淡淡的血痕 而且他的眼睛會充滿著血絲 所以大部分的法師 都會用圍巾把整個脖子給圍住 不讓人發現 要練就這個飛頭將 並非簡單的事情 要有七個階段 每一個階段需要七七四十九天 七七四十九天乘以七 總共是五萬四千兩百四十三天 再除以三百六十五天 就是要一百四十八點六年 也就是說你從生下來之後的 九零二到一百四十八歲 又過半年你才能修成 當然有人說 練就飛頭將 它可以長生不老 所以我們這邊就先不糾結年紀的部分 總之在第一階段的修行過程 你的頭顱一旦離開身體之後 它會伴隨你的脊椎 你的食道 肺 心臟 胃 肝臟 還有大小腸 全部一串拉起來 像是一串葡萄一樣在空中飛躍 你要想想看 一顆頭顱要承載所有的肺臟跟骨頭 這是多麼的重 所以它飛不遠飛不快也飛不高 因此它一旦拉開身體之後 就只能先從步驚裡面 看到貓就去吸貓的血 看到狗就去吸狗的血 所以在練就飛頭將的初期階段 法師都是選在深山之中來做修行 不能讓人家知道 而且你飛出來之後 你的內臟如果跟樹枝打結了 你沒有手 你用嘴巴在那邊咬 解開這個腸子 也很容易被人發現 也因此都要在隱密的地方休息 總之一開始看到什麼就吸什麼 也沒什麼好挑的 一路修行到第七階段時 頭顱可以自行離開的時候 就不需要牽連這麼多東西了 就像是一個空拍機一樣 非常快速地在空中飛舞 不過那個時候他們吃的東西 就不是阿貓阿狗了 他們就必須要吃孕婦中的胎兒 也因此在過去的村莊裡面 有很多孕婦他們的胎兒胎死腹中 都有村長或長者認為 是不是在村子裡面 有人在修行飛頭將 但這個飛頭將其實也有BUG 就是一旦練成之後呢 你就必須不停地吸血為生 不能中途停斷 一停斷你就會掛掉 再來就是一旦離開身體之後 你的頭離開身體 你的身體就會開始降溫 在夜間飛行的時候 必須在白天趕快回來 不然你就會死掉 那你如果今天在這過程中 迷路了或者是你的導航 像上一集說的 出問題秀斗導錯路了 那你飛不回來 你的飛頭將就告此一個段落 那你說飛頭將這一招 到底是從哪裡流傳的呢 有一派說法是從唐三丈那邊開始 唐三丈去取經回來的路上 在經過這個通天河的時候 有一隻烏龜精想要吃唐三丈 他就變成了一艘船來載他 結果在這過程中 當然就被他們弟子給擊退了 但是他們所取回來的金書 全部都掉到這個河底裡面 所以豬八戒、沙無盡跟孫悟空 就三個人輪番8小時 一天24小時的潛到水裡面 去輪流打撈這個金書 一部分取回來了 但有一部分的金書 襯的部分就是指兇兆 不是這個兇兆 就流傳到了仙羅這個地方 而仙羅也就是現在的泰國 那打撈到了這個呢 就去呈現給了這個國王 所以泰國人才吸得了這部分的降頭術 也因此為什麼人家說 降頭術在泰國這麼厲害 就是有一派這樣子的說法 當時也有人說 是被一個茅山道士給撿到了 所以茅山派的一部分的降頭術 也是從這邊而來 但真的要說起跟飛頭將有關 那就必須提到的是錦口真離子 1990年日本女大學生錦口真離子 來台自助旅行 由台南搭火車往高雄後失蹤 後來對錦口求歡不成 才用十字弓將錦口殺害分屍 劉學強後來攻出棄石地點 再把頭顱跟身體分開埋在台南市 兇刀跟十字弓則丟棄在愛河裡 兇手就是高雄小港區劉學強的計程車司機 當時他會被警方鎖定是因為他有提到一件事情 他跟家人說他不敢回家睡覺 是因為他每到半夜時的院子都有一顆飛頭 被飛來飛去 就在找溜血槍 所以他嚇了只要躲在計程車上面 而當時他的計程車還貼滿了符咒 放滿了佛經跟這些佛像 所以乘客被他載也會覺得奇怪 附近鄰居和他不回家睡覺睡在車上 車子又弄成這樣子 怎麼不引人車目 你說這跟飛頭這樣有沒有關係 當然沒有關係 只是跟飛頭有關而已 所以我們可以看這個劉學強的 這個井口真理子案 又或者是一開始所提到的煙頭案 最終兇手都是不好的下場 那你說這個降頭術很可怕 你會擔心其實也不用 因為在這過程中 不論是半路就餓死的 或是腸子打劫被抓到的 還是說修到一半吸不到人血 就這樣GG的相當的多 所以真正練成飛頭醬的醬頭師也相當的少 不用太過緊張 好啦今天我們從這個煙頭案件提到了 飛頭醬又提到了井口真理子案 但整個過程我講的有點覺得奇怪 總覺得自己好像不是在講靈異故事 是置身在什麼深色場所裡面 好了不管了 我是戳別子 我是賴正凱 我喜歡鬼話連篇但我不 我說八道 我們下次見 掰掰 你為什麼那個 七七四十九天會弄到那麼久 一百多年欸 嗯 七七四十九乘以七啊 五萬...五萬四... 對啊沒錯喔 你七四...四十九天欸 沒有七七四十九喔 七七... 四十九天乘...乘以七呢 七七四十九喔 七七... 三百多天欸 七... 七乘七四十九天 四十九天乘以七耶 所以不是七七七百四十九天 四...四十九天 四...四十九天 他在肚子裡面 就會開始... 他在肚子裡面就會開始練... 他在肚子裡面就會開始練... 黑桃樹嗎 七...七四...七...七...七... 七...七... 三十三年的觀念背景... 顛覆我三觀 你從小時候... 看電影七七四十九天... 你就認為是七千七百四十九天 我... 我國小一年幾... 七七四十九天... 我就知道那個是四十九天... 不是七千多天啊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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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會吧 真的是這樣子啊 哈哈哈哈 我是錯別者 賴正凱 林毅 錯別字 現在有專屬的YD頻道了 在這裡你可以看到... 網友投稿的各地鬼故事 都市傳說 還有找民俗老師分享民俗觀點 以及找新聞圈各地漂亮女主播跟我一起去鬼屋... 沒有漂亮女主播啦 不要再加... 想聽我講鬼故事的 請到YT搜尋林毅錯別字的頻道 或是小老鼠CTIWGEICTI舞貴 每週固定上面 記得訂閱按讚分享 不然半夜鬼上傳